因為最近媽媽上去就剛過世 都令我想起一個問題 媽媽的過世究竟我是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我是用句號形容甚麼? 以及用開始形容甚麼? 我想從神角度的眼光 去怎樣看我媽媽過世這件事 當中也有很多反思 我是在我媽媽過世的期間 我有甚麼是做得不夠好 是否應該要做得好一點呢? 我回看整件事 其實好像在不知不覺中間 神是在帶領我 我在兩年前 其實我心裡 在信仰裏面有些反思的時候 其實我就開始去著手 去幫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讀書不多 雖然是我帶她回教會信耶穌 她很多事都不太清楚 我怎樣在信仰裏面去幫她 我為她更加對神有信心 更加去依靠這位的神 因為我之前做了一些事 有些方法去幫助我媽媽 在這個病的期間 她一發現她的肝肝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腫瘤的時候 我更加在這方面去做多一點點 讓她的心裡更加去依靠神 即是以前我做了一件事 我看回我之前的神是不知不覺的 她是帶領我去幫助我 幫我媽媽在信仰裏面 更加去依靠這位神 在這件事之前 我自己覺得是 我這個信心裏面有一個突破 就是我對神的象徵是有一定的信心 雖然我的事都不太懂 也不是很多很挑戰的經歷 但我覺得在我朋友的工作裏面 我感覺到神是一個超然的掌管一致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是要我學走一個功課 就是一個信心的功課 這個信心的功課裏面 我需要去信 那個信是什麼呢 就是信神 是供應我的生活 是會帶領我生活的 我記得我在兩年前 我完結了那份工作 就是完全沒問題 是 那份工作我完結了 我必須要找一個新的工作 其實對於我自己經濟環境 家裡來說 我會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供我兒子讀書 又要供樓 和楊家 就有很大的壓力 但在那段期間裡 我自己就想一下 其實是否神帶領我 是幫助我 是否神真的會供應我 我自己敢去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是的 我曾經發生過良好事的事 就是 有一些都是跟工作有關 我第一次我記得就是 當我想耶穌保內 我自己讀很清楚 就是要將新的經驗很快 讀一次 讀完之後 我也扣了那本經驗 接著我自己問一下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已經完成了 好像這個計劃那樣 然後我提起來問我 你何時找到工作做呢 我扣了那本經驗 然後我自己很直覺地告訴你 我找到工作 真是找到工作 很快就直接找到工作 第二件事 就是因為有個姊妹 一天給我一本書 我看見 她看完之後 心靈有很大的突破 也是這樣 接著我又是 在我辭了那份工作之後 我本來是想 自己想去做另外一些事 但是這個路走不通 但這次又是這樣去 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這次來到第三次 我自己又是怎樣去 面對前面這條路呢 那我自己就去看回神 其實是否供應我 或者帶領我 那我自己要用一些方法去預備 除了祈禱 我又是希望預備 自己的心靈有甚麼突破 我買一本書來看 那我因為 在這段期間 我是因為求神 去幫我這件事 那我內心又有一個 很戰敬的心 是保持一個信心 去面對這件事 那我記得我和我之前 教會的那個電影說 我相信我看表書 神就讓我找到一份工作 但結果呢 我真的看完 即是沒有找工作 我一直找工作 自己有時間又靈收又祈禱 上網看一些資料 去幫自己的信心 幫自己對神的認識 但是又相當奇妙 就是我真的差不多找到公書的時候 我就開始就說 你試工吧 我有一份新的工作給你試 就是這樣 我計算的時間 相當奇妙的事 就是要等多久才有 我都是計算的時間 要等多久才有 剛剛好 就是40天 一天都沒有多 一天都沒有數 就是exactly 就是40天 我就開始試第一份工作 那試裡面 我覺得原來 好像是神掌管 在一起 我試這個方向 我就很開心了 好了 但是就要一個簽約的時間 就是試之後 我給你試 不一定是做的 那我試工的時候 我的老闆和同事 其實對我都挺好的 比如很想我做這份工作 那似乎他們都很幫我去做 但是我喜歡過一些關頭 就是阿鼎的老闆 最面試過才可以做這份工作 但是在第二次他再見我的老闆的時候 似乎就不太順利 他給了很多的刁難我 知道我之前有很多的工作經驗 他覺得我會不會在這份工作裡面 去影響他的工作 影響他最高的目標和計劃 我覺得他有很多的池淚 就給了很多的挑戰給我 但是又很好 我知道同事幫我 我會如何完成我自己的計劃 即是他能幫到我 我又很快完成了 他要求我做事 我又做了給他 那中間的過程 我覺得又好像有很多的刁難 還有還有面對其他工作上 這些是不順利的 這些是有很多的挑戰給我 那 如果一般人想到 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告訴你 神真是聽我的祈禱 神真是為我安排 我帶我走這條路 那走這條路 但是走到中間 為何會有這麼多的挑戰給我 會阻礙到我的呢 一般人可能會這樣想 但我自己 我可能在網上看到 神對我們的要求 其實神對我們的要求 是要那個信心 要對祂的信任 神有時真的這樣考驗我們 那我覺得我自己 都可以維持到這個的信心 面對這麼多的無理 還有這麼巧合 好像在人角度看來黑仔 那些 我覺得我自己 都不去懷疑神 都繼續保持那個信心 沒有半點的懷疑 我看回看 就是四十天前 神有很多的儀禱給我 但為何我維持信心呢 就是有些的靈修 有些的祈禱 為何我看到 他原來神不帶你這麼好 安排在一些 可以中完全反轉的情況裏面 我雖然經歷這樣的環境 找工作都不是太容易 但神又可以讓我反轉 找到一些 我那份我這麼下坡的工作 我覺得是 然後 神又不想幫我 我覺得神是透過一些詩 透過一些歌去安排我 我維持信心 好像義務師一樣 你為何祈禱 我經常都在這麼好的狀態 神真的給我一些詩歌 我以前真的 之前我真的不喜歡聽 教律詩歌 真的不聽 很少唱 真的給我一兩首詩歌 我透過一兩首詩歌 我一次兩至三次 可能聽很多次 幾個小時都是在工作狀況 一兩個小時都是在工作狀況 但很開心 感到有十分鐘的愛 神是非常之好 非常有大能 第一階段就是神去幫我 第二階段就是我 我面對很多個困難 但神也給了很多個詩歌 那些歌非常好 還有非常漂亮的歌詞 我很喜歡聽 我也是這樣聽 信心 對神 很相信神 他真的不會計算錯 神是絕對有能力 他去保護我 去幫助我 我真的有這麼聽 我享受了 我整件事 看回四十天之前 四十天之後 四十天 開始我找到公司 四十天之後 其實神 後來最後我得到我的工作 但為何他給了這麼多難處 來挑戰我呢 但我覺得我沒有失埋 在難處 我沒有懷疑到神 而神最後沒有問題 反轉 全個老闆對我的鬼觀 就是他邀請我 和他對我 是對我一些地方都因對我 那中間他經歷到甚麼 除了神給了很多個詩歌 我對他更加認識 更加有信心 才會呢 其實我之前 我面對很多困難 很多難處 我自己一個頂 一個頂到 大壓力的地方 我神我真的頂不住 我都不知道 跟著會怎樣 或者你突然間 將那件好好的人 給我突然一下就拿走了 我都不知道他會和我簽約 因為發生一些事情 我今天在神宴祈禱 我記得當時我發了一個夢 很有趣 那個夢就是 我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發現 我只是休息也不是晚上 我跪著人祈禱 我祈禱得很累 我人經常就累了 睡著了 接著 我結束了夢 其實那個夢很簡單 就是 報索了那個昂閨閨 但他沒有死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會說詳細那麼多 那時間之後 我的壓力就從百分之一 到跌跌跌跌跌 即馬上就輕散了 結果那些事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遲遲之後 我就會發一些 令到我睡覺 去發一些夢 我不會說是自夢 但是那些夢 令到你非常愉快 還有那段 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相當清晰 有一連串 有很多這樣的夢 給我 我覺得這個有機會是春節神的 很多人很開心的 譬如我發現一種植來 生一兩種果子 出來有蒲提子 還有四方的橙 類似的 即醒了之後 你要知道是怎樣的 我自己解得通 一醒就知道是甚麼意思 這是我面對那些困難 我自己是保持信心去祈求神 就出現了這些連串的阿牧 其實我們都是在尋求神 神可能帶領了我走去那邊 我知道的 但是他為何要這樣帶領呢 其實可能需要我們一個生命的回應神 需要有一個成長和進步 我自己是這樣的理解 其實我們是要去 保持這個信心 是不可以有快樂而對的信心 你一定要這樣 辭去這個信心 那最近 二律師說 可能要持續地處理生命的問題 我覺得我自己都希望 可以進一步去 如何處理生命的問題 例如今晚五師說 你如何想到神如何好 你如何去攻擊神 我自己想過 聖明所結的果子 有九天的果子 人愛喜樂、和平、忍耐等等 那九天 我自己嘗試一下 其實我每天裡面 可不可以跟喜樂去面對神 對神的信心 我可不可以 譬如說 如果那個老闆這樣對我 罵我、罵我 其實我沒有惡他 我只不過沉默 但情況真的不是這樣 我只不過吃一個死媽媽不是這樣 我沒有博他 我解釋了他就算了 我又不會背後皺著他、罵他 又不會說 神啊,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又不會這樣去質疑神 我自己覺得 會不會在我心裏面 其實都是面對每一件事的發生 我都好像是用一個忍耐的心 一個恩賜 一個溫柔等等 這些心 太久面對我身邊發生的那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都嘗試 會不會這樣去做 其實我自己看法 不太久 短一點幾日間 我自己嘗試這樣做 但我發覺一件事 其實真的不容置 譬如你教兒子 或者是他做的事做得不好 你去罵他 你不要這樣 你不容置 就是這樣去罵他 但其實你罵他的態度 是出自甚麼呢 你沒有一個隱為對他 有沒有一個恩賜 和一個信任去對他 一個信心對他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要慢慢去調節一下 譬如說他成績不好 你做錯一件事 很自然的直覺就會罵他 但其實你罵他 其實本身就是有陰謀的忍耐 我想我很清楚告訴他 你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不要帶有一個負面的情緒 去教他和罵他 這是我自己學習和粗練的地方 我覺得神其實每一步是在帶領我的 我自己嘗試如何回應神 就是用這個 我又沒有用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態度去回應 期望神 即是期望自己用一個正確的態度 去回應神經發生任何回事 謝謝神 我問你 過程中你自己覺得是怎樣 過程中 那個主題可能不是 那個Promer可能未必那麼清晰 Promer OK 那你覺得你可以怎樣改善 改善就是 如果我自己要做 我平時會把它寫聽 即是用Point寫一次 寫出來 寫出來那個Point 究竟是怎樣去 那就好一點 是的 其實就算我們一個 很自由的分享也好 我們如果時間許可 就把那些重點寫一個Point 或者是腦裏面有一個Idea 寫一個Point 因為當你的意見 好像持續持續 好像一樣又去第二樣 又去第三樣東西的時候 人就會失去那個主要的 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我看到你的表達能力是好的 就是你文革一路表達這些出來 那我就覺得 那個主題好像走來走去 而且你前面講得很長 都是講到你那個過程 你祈禱 看聖經 之後之後怎樣改變 我覺得那裡 你有很多細節不需要講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聽 對你來說是很真實的 但對很多人來說 是甚麼來的呢 是不太清晰的 因為你的經歷 跟別人的經歷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要簡短的地方 另外我鼓勵你提議你改善 就是放一些感情 哇 神七這麼好了 阿倫哩 就是有些感情的回應 這個是我們去表達的時候 一種學習來的 阿倫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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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哩